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晚上时间 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空军杂志 说美国再次向台湾批准了价值3.85亿美元的防务费用 其中有3.2亿美元的F160部件和雷达 以及价值6500万美元的通讯设备 所以你看这所有的各方面的布局的过程中 其实美国都没停啊 都没停 是不是 对台湾的 当然了这个 中共肯定也在想方是吧 通过这种军援 在里面想方是吧 获得更多的情报啊 偷更多的美国技术啊 这一点 但是美国肯定也防着的 毫无疑问啊 所以这里头 这里面啊 就是存在的各种博弈啊 但不管怎么样 中共能偷啊 能是会偷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美国对台湾的啊 各种这个军事力量的提升的这个行动啊 没有停止过 你怎么看 林女士分享一下 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到 其实真正美国的力量 就像路德先生讲的 就是他在军事层面的力量 其实是一直加大力度的 而且对于整个真正在印太地区 这些情报也好 其实我相信军方是掌握的最透彻的 所以能够明白 其实中共他是怎么样利用他加入了 WTO啊 WHO等等 这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加入联合国之后 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这种行为 所以当台湾在这个部分 就是有一些还是有所谓的以美论啊 那包括这两天也是所谓马英九邀请中国的七所大学师生访台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是马英九的所谓他们的基金会嘛 那他所访台的其实背景调查其实都是共情团的 而且是中共特务的身份的 那这个就是突然就是有共产党党人的身份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就会是比较去强烈质疑马英九 然后也强烈质疑国民党 那么也有另外一个质疑就是要提醒国民党 要提醒篮尾 对于在整个立法院他们的表现 还有他们还想要去删掉 本来就预计要保卫台湾去运作的一些军备的建设 包括潜舰的预算啊 或者是包括对于民防法的加强 那这一些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弱化国防 然后操控台湾的这种行径 其实太明晃晃的当成一个中共的协力者 其实美国的AIT其实也都看在眼里 然后AIT也时常的会跟美国华盛顿的这一些所谓的 关心整个第一岛链区域的这些政治人物 也都会密切的去做协调沟通 所以当蓝白地委或者是蓝白的这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所作所为 除了蓝白之外 还有包括很多的黑道势力 暗势力 公庙势力等等 这一些其实我相信每方都会紧盯掌握着 就是看哪一些人就是扶上来台面上的 那从过往显长的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人以前本来不敢讲的 那透过比如说你看2758号决议就好了 如果不是路德先生第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不仅仅是在国际上 其实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政论节目 其实提都不敢提 包括现在连生物病毒的来源是来自 中共的周三病毒的股价等等 林女士我想问一下 你说我们之前路德社节目提2758号决议之前 台湾有没有媒体说过这个 没有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有这个东西 没有 知道不知道吧 没有 没有 好继续 然后 对 就是很多我发现就是 真正的真正整个全球的号角 情报号角 其实真正是来自黑沿路给的非常多 真正精确的情报 然后引领很多的全球 现在情报局势的走向 所以你看已经过了两三年的 这个联大的2758号决议到现在 就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清楚中共他所谓的灰色打法 然后也知道了他在联合国的所作所为 所以为什么之前特朗普他要脱离联合国 或者是他要退出所谓的气候 面前这种巴黎协定 很多人都是不认同川普的 还觉得川普是孤注一指美国优先的太过极端了 但是当知道真正的底层词 真相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说 哦原来川普总统他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他们也都有真正一手的情报了解到 整个国际的地缘政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所有的操作 其实都是为了要保卫美国 保卫整个全球的这种国际法规的真正运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像 呃现在包括美国还一直持续的不断对呃 台湾在军备上面的这种提供 那美国他就明明知道国民党跟民众党 对于亲共的态势跟这种呃 红美啊这一些其实我相信美国都非常的了解的 但是他还是提供台湾这一些这么多地缘的国防支持 那这一些不管他的项目是什么 或者是他这一些项目会不会被 呃中共去呃透过渗透的呃在台协力者 然后去又被盗取 但是呃我相信美国他在做这些层层防护的时候 是会越来越有警觉 也就是他必须是真正很相信的 呃他这一些设备才会呃远不觉得真正进来 而且他这一些通讯的设备或者是他对于台湾的这个军售 也不会是立即的 他都会是呃一步一步慢慢 不仅仅是有先这样子的呃讯息出来 国防部批准呃国务院批准 但是国务院批准到他真正能够来到台湾 其实又有很多需要去详细审核的文件资料 跟包括呃台湾的呃各个电局 所以我觉得美国他在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到呃是有非常多审核的关卡机制 跟去呃防卫杜剑之外 还有去弥补的机制 所以当一个政治体制 我这个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体制如果是健全的话 尤其是他的法律体系健全的话 那么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 跟像这一些超限呢 渗透啊灰色的这种呃浅浮的力量 你看美国被渗透了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你看美国他还是稳住他的脚步 还是一样照着呃民主法治应该有的选举程序一样去走 而且也一样做呃两党的交接 也是一样在一步一步进行当中 这个都是呃我觉得很多的民主国家可以像美国的这个体系 他的呃更多的呃有智慧的这种设计的这种呃政治体体系去学习 是自己一定看法路德先生 谢谢 好的 这个 这个 这里面啊就是 就是有加值六千五百万美元的通信设备 在里面想到这个通信设备这么贵啊 嗯 这就是顶级的啊肯定啊 当然了美国肯定自己还有 有留留着自己的啊 专门的通信设备 六千五百万美元的通信设备啊 这个通信是很关系的 这个东西绝对是机密啊 啊就是你要跟美国合作 你就得有这套东西 没有这个通信设备我跟你说 啥啊是你不可能 你说白就是指挥啊指令通信 这个东西很关键 这是很关键的啊 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再见